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人都是犯贱的,明明最适合自己,对自己最好的不珍惜 偏偏去想别的,有些男人家里有着如交美妻不去珍惜 就喜欢外面那些表里不一的女人 而她们喜欢外面女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外貌 毕竟我们看人第一面就是外貌,所以很容易对这个人动心 就算她们的妻子再美,时间长了也会腻 总想试试不同风格的 娱乐新闻总是播某个男明星出轨了 但是她们的妻子明明很漂亮 许多人都不理解 那是因为长时间的相处看腻外了 所以她们看到不同的美女就容易勾走 毕竟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二,性格 当初娶自己现任的妻子是喜欢她的温柔可怜 她哭一下自己心都要碎了 但时间长了 看见妻子哭哭啼啼只有厌烦了 出门看见别的女人 比豪气直爽,喜欢不已 这种感觉就像吃甜的,吃多了,想要吃辣的 她的口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 但可怜的是与她多年同甘共苦的妻子 三,距离 天天朝夕相处 没有了新鲜感 吃饭睡觉全部在一块 彼此之间都没有距离 激情也渐渐消散了 也从之前的甜蜜变得一天到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距离产生美 就算是和你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块 都会有摩擦 何况是自己的妻子 所以这时她看外面的女人都觉得是充满新鲜感和刺激感的 这时男人可能会出错 但是有意志力的男人和有责任心的男人 是懂得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家人的 婚姻会有厌烦感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要因为有厌烦而走错了路 否则要回头是很难的